35年前,我还是一个初一的学生 就像这个画面上的 我当时这个就是描绘了当时我的我 这是我用AI做的一个图 当时我12岁 我记得当时是晚上吃完晚饭 去上晚自习之前 看到这个新闻,新闻联播 在播报的那个新闻 让我感到非常的困惑和惊讶 为什么呢 在那一天之前的话 所有的新闻报道和评价都是积极正面的 就是支持学生的诉求啊各方面 突然就在那一天急转而下 整个风向就变了 然后就开始有枪声啊 混乱的情况 包括有坦克啊 我们看到当时就 其实我才还是一个12岁的那个初 刚刚上初中的一个学生嘛 就很多东西就真的蒙了 我当时也是在一个小县城 我们周围也 没有任何的运动 但是就感觉气氛就不对 然后后来就很多报道就说 学生啊 其实被利用了 被一些暴徒利用了 他们在暴动 说这些学生在屠杀解放军 那个解放军被打死了 被封烧了 反正总之当时给我们的 给我的印象就是 非常的震惊 很奇怪怎么急转而下 本来是挺正面的一个 学生的一个诉求的运动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反革命的 呃行动暴行 然后要通缉他们 然后接着很快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好像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一样 然后直到我那个大学的时候 呃当时有一个光碟 是一个关于天安门事件的一个 加拿大还是BBC的一个纪录片 那个时候才重新对这个事件 对这个历史 有了一些比较全面的了解 比较完整的了解 除了这种流传出来的一些光碟和视频之外 当时也没有互联网嘛 所以整个啊 国内的这个舆论啊 呃新闻啊 你是找不到关于那一年 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的 就是轻描淡写 学生暴行反动动乱 可是当我看了事实之后 远远不是这个样子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然后 就说好像是30多个学生 那事实上远远不止嘛 这个 那不管是不是我们可以去面对嘛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大家都不能谈的一个 事件 和一个日子 我觉得这个日子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啊 和追求自由啊 的人来说是值得去 纪念的 如果大家还不了解1989年6月4号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 我想大家应该去了解一下 通过你的渠道去了解一下 当你了解了真相之后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表达你对这个事情的一些想法看法 并且通过你最擅长的表达的方式去表达 你会写 你可以写出来你的感想 你会画 你可以画出来 啊 特别是我们是电影人 我们作为电影人 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艺术使命和一些历史的使命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背景下 那我们能 能不能去呈现和记录一下这个时代里面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和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有价值的事情呢 其实我是蛮支持电影人去做这样的一些创作的 其实这些创作不需要很激进 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很理性 很有温度 很有感情 我们没有去亲历 没有去了解它的话 只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 作为电影人 作为艺术的创作者的话 我们如果通过一个事件 然后我们深入到某个人物 某一个具体的 非常具体的一个事情和一个人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挖掘出来很多 我们可以产生共鸣和一些感受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做电影创作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因为只有深入到人心 人的内在的他的一些思想的变化 他的一些行为 他的一些决定 他的一些挑战 他的一些挣扎 他的一些决定 其实是会让很多人产生这种力量的 我们不一定要去设定哪个是正面 哪个是反面 其实人都有 人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 他可以做一件很有正义的事情 但他的性格可能会有很多缺陷 然后他做一件对历史产生很大作用的事情 在外人看来他是很伟大的 但他事实上 他可能内心里面还有其他的很多什么 很多挣扎 还有很多这种不为人知的事情 在他的光环之下 他没法跟人去诉说的一些 就是难处之类的 这都是我们去创作的一些空间吧 我觉得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影片 我也很愿意去参与 去一起去创作 因为我们不能 某一些人 某一些高高在上的人 可以忽略一些事情 可以扭曲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 艺术创作者 一个电影人 我觉得是有责任去 做一些人文的东西 是基于这个真实的事情 真实的历史的 当这种背景下的一些人物啊 一些故事的 今天就下想到这吧 因为时间过得也很快 如果你不说的话 很多东西也忘了 也没有勇气 或者说是没有东西去说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说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不容易 你像这个画真的是 我以前想过我去画出来 但现在有那个AI 所以他能够大概 虽然画得不怎么好 画的就是大体我是认可的 我觉得总体的感觉 我当时给他的一个 那个message 就是我要一个 14寸的黑白电视 因为当时我家 就是一个14寸的黑白电视 然后他给我画出 这么大一个 大概21寸的 刚才这边有一些DVD啊 什么的 当时都还没有 所以我就换成了这个 月饼盒啊 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也蛮有意思的 虽然当时是没有的 但基本上是有点像了 就可能比我当时的年代要 从昨天开始 北京的事态急转直下 继一个多月来 极少数人制造的动乱 已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戒严部队在首都工人 和市民的配合下 采取坚决措施